Hello 大家好 这是于圈侠儿常驻娱乐第一线 时隔数日吴亦凡判决中曝光 10月25日北京长阳法院官方发布通告 称吴亦凡因强奸聚众淫乱被判刑期13年 也就是说他会坐牢到45岁 据央视新闻公事 北京市长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对吴亦凡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附加驱逐出境 以聚众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0个月 恕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 并附加驱逐出境 根据官方报道 吴亦凡在2020年11月至12月期间 在自己家中趁着三名女性醉酒 不知道反抗以及没有反抗的能力情况下 强行和三位女性发生关系 这就是强奸罪 所谓的聚众淫乱罪 是在2018年组织另外两名女性酒后进行乱饮活动 以上消息曝光后立马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热搜网 对此结果网友们震惊之余 也觉得是意料之中 毕竟吴亦凡犯罪是铁蒸蒸的事实 大家纷纷感慨 见证内于历史 确实是一个大新闻 但这也是吴亦凡完全自作自受 必须要承担的结果 还有人称 吴亦凡坐牢出来的时候 已经成为50岁的老头 想想就令人开心 包括都美朱本人也发微博感叹 终于等到了 其实早前就不少知情人士 在网络上猜测无意反应案的消息 有关他刑期的最初爆料人 来自某个八卦媒体 八卦媒体表示 不出意外的话 无签的案子将在11月25日官宣结果 据说是17年 消息一出 外界震惊 有人相信 有人质疑 之后又有某个从事新闻行业的知情者称 确实是25日官宣 因为他们台里的新闻部都已经受到了通知 将在当天发布新闻 还有网友称 案子早就有结果 只是怕太早公布 会引起巨大舆论 所以才拖到现在 如今看来 这些爆料都是真实的 时间线回到最开始 2021年5月28日 吴亦凡被爆包场请女生看电影 后来该女生被证实是网红小姨同学 消息一出 吴亦凡方反应之迅速 立即发表声明 称受工作人员去看的电影 骂影院暴露隐私 这个恋爱绯闻 正是吴亦凡她防她的地基都不胜的开端 6月2日晚 一位叫刘美丽同学的网友爆料称 吴亦凡和她的闺蜜 都美竹在交往期间突然消失 冷暴力女方导致女生抑郁没法上学 随后都美竹的姐姐发布称 妹妹确实精神状态不佳 在吃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 阿滴为向运杰 WEXXXDeserve23 送送灿的四个女生 纷纷现身放聊天记录 吹吴亦凡 当然其中一些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遭到质疑 但说到底 就算全是真的也不奇怪 谁还不知道吴亦凡的尿性呢 当晚吴亦凡很有兴致的发了个新歌MV 第二天模棱两可的回应 没有一片雪花是清白的 7月8日 多美竹发了一篇长文 恋爱问题彻底变法治问题 多美竹称 吴亦凡打着拍MV或者是签约的皇子 约女生参加酒局 灌酒 像商品一样被挑选 有更多受害者在联系多美竹 给他提供自己被害经历 其中包括未成年 多美竹还发布了录屏 吴方在与多美竹的沟通中 想尽办法私了 甚至用协议和所谓的避税方式 给多美竹下了套 大有要把女方送去吃牢饭的意思 10天后 7月18日 多美竹发布著名的千字决战文 向吴亦凡开战 吴亦凡依旧否认三连 没有选飞 没有迷奸 没有未成年 放话 如果有这类行为 我会自己进监狱 当天多家品牌官宣 终止与吴亦凡的合作 与此同时 多位受害者站出来 声援多美竹 接下来 双方进入拉锯时间 多美竹坚持吴亦凡侵害女生 吴亦凡称自己被多美竹敲诈勒索 整件事变得扑朔迷离 直到7月22日 北京警方第一次通报 吴亦凡多美竹事件 三个重点 一 吴亦凡多美竹发生关系属实 二 多美竹决战文 为男性代彼 第三点非常之离谱 勒索吴亦凡的不是多美竹 是个诈骗犯 骗子分是三角 在多美竹面前先演受害女孩 后演微凡律师 到吴那边又扮成了多美竹要钱 还次次都成功 最扯的是 直至这次通报前 都吴双方都还被蒙在鼓里 22号的通报最后 警方称仍在调查 吴某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 发生性关系 31日 北京警方再次通报 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 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8月1日 吴亦凡全平台社交账号被封 粉丝超话被关闭 音乐作品全部下架 被刑拘16天后 8月16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经依法审查 都吴亦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 被批捕10个月后 2022年6月10日 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一案开庭 案件采取不公开 开庭审理 法院将依法择其宣判 时间来到今天 吴亦凡被判刑13年 附加驱逐出境 时间整整过去了一年多 时间也不是没有人提出质疑 觉得相关战线是不是拖太长 不过早有专业人士出面科普 主要还是因为吴亦凡的案子 没那么简单 首先吴亦凡是外籍人士 正是传说中的加拿大籍华裔 其次是案人数众多 时间跨度也长 中途还发现了新的犯罪事实 属于案情复杂 所以早在吴亦凡一审宣判之前 就有专业人士出面预测 一审结果也需要等待一定时间 现在看来也都对上了 现在一审判决出了 有没有人好奇 接下来加拿大人吴亦凡要面临什么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吴亦凡有不服判决继续上诉的权利 不过最多也就要二审了 想申请二审之后再审 也可以但并没有那么容易 其次吴亦凡服刑后确认要被驱逐出境 这点海外媒体就报道过律师分析 只要罪名成立 吴亦凡将在服刑后被驱逐出境 另外还有吴亦凡涉嫌海外犯罪等问题 海外媒体报道 洛杉矶有受害者找到律师寻求援助 提到自己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受到伤害 不只有一位专业人士表示 吴亦凡被驱逐出境后 在加拿大有可能会面临相同的起诉 一旦吴亦凡在海外也遭到起诉 相关程序会更加的复杂 专业律师就表示 到时候吴亦凡就会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还极有可能需要承担民事赔偿 就等着一辈子耗在这上面吧 确实除了刑事责任 吴亦凡还需要承担不少的民事责任 不只要赔偿受害者 还有代言违约 赔偿拒组损失等等 别忘了 吴亦凡已经被娱乐圈全面封杀了 吴亦凡本人及工作室账号全部清空 超话等粉丝聚集地也被一并清理 赚钱的学道早就被切断了 曾经力挺他的民心或敬严或退圈 直到现在依旧无言回归 而对于吴亦凡本人来说 一审判决并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开始 他要开始为他的恶行 一步又一步付出相应的代价了 曾经的吴亦凡是那于流氧时代的开创者 他享受资本对他的拥护 名利带来的快感 粉丝的重心捧月 然后一次又一次失格 到最后对法律底线进行践踏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严信的影响力不饮而喻 面对庞大的粉丝群体 甚至很多粉丝还是青少年 明星更应该自律自觉 以身作则 也希望娱乐圈的明星们都能以此为戒 不要利用自身光环 做任何伤害他人 或者蔑视法律的事情 不然下场只会和吴亦凡一样 不仅失去自由 还会终身被大众唾弃 希望内娱不要再有下一个吴亦凡 最后不管怎么样 这大牢里的缝纫机 吴亦凡是要好好地踩一阵子了 对此朋友们怎么看呢 你感觉吴亦凡的这个判罚 能够令你满意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鱼犬小二 长住娱乐第一线 欢迎你与我评论区文明互动 发表不同见解 求同存异 理性吃瓜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